大家好 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哈佛大学是为全世界培养领袖的地方 而哈佛商学院 则因为向全世界输送了无数的商界 政界 金融界领袖 又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 这期节目 我们一起盘点哈佛商学院走出来的十大优秀校友 他们每一个人 都取得了自己领域内的杰出成就 同时 对全球商业 社会 文化和历史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十位的 是李维斯的Walter Haas Jr 1939年毕业的Walter 可能是哈佛商学院最早的一批世界文明的优秀毕业生之一 Walter于1937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 他的父亲是该大学的杰出知识者 哈斯商学院也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接替父亲担任李维斯的首席执行官之后 Walter将李维斯从一个加州地区品牌 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九位的 是福特汽车公司的 菲利普卡德威尔 1942年获得哈佛商学院 MBA学位的菲利普曾在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担任中尉 1953年 菲利普加入福特汽车 他先后领导多个部门 在1978年10月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 并于1980年接替亨利福特二世 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 菲利普是福特家族第一位领导福特汽车公司的非家族成员 靠着对成本的降低和对质量的重视 菲利普成功带领福特汽车复兴 这也是美国商业史上最大的转变之一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势毕业生排名第八位的 是桥水基金的Ray Dalio Ray Dalio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投资官 该公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 Ray Dalio本科毕业于长岛大学 1973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 两年后创办了桥水基金 近50年来他创新了投资策略 并创建了积极的企业规范 桥水基金以其不断通过市场反馈而完善投资策略而闻名 这种方法意在筛选出最好的投资组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Ray Dalio就坚持记录他的投资法则 并根据投资结果来不断修改法则 到今天 这些法则都已被电脑程序化 用来自动监测世界各大国经济运行 以便做出投资判断 在2018年哈佛大学的一次论坛上 Ray Dalio将这种哲学称为创意则优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七位的 是前纽约市市长 Michael Bloomberg Michael Bloomberg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 加入了兄弟会 他于1964年毕业 获得电气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并在1966年完成了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 Michael在1981年创立了金融数据公司IMS 该公司向华尔街公司出售定制的计算机终端 这些终端可提供实时市场数据 财务计算和其他分析 1986年 公司更名为Bloomberg 并在之后推出了包括彭博新闻 彭博电台 彭博消息 和彭博贸易手册在内的辅助产品 Michael在2001年底 辞去了Bloomberg公司的CEO的职务 并在之后 担任了三届纽约市长 2014年 他短暂回归Bloomberg公司 重新担任CEO 在2019年 他再次离任 并竞选总统 他的身家估计为600亿美元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六位的 是花旗公司的 Jane Fraser Jane于198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伦敦高盛的并购部门 然后在西班牙马德里的Aceros Berkskes工作 之后又去了麦肯锡公司做合伙人 2004年 Jane开始了他在花旗的职业生涯 从主管做起 一路升到了现在的花旗银行总裁 兼全球个人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 目前Jane负责花旗的所有消费者业务 包括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 信用卡 抵押和运营 以及19个市场的技术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惠毕业生排名第五位的 是前美国财政部长 Henry Paulson 本科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亨利·鲍尔森 于1970年完成了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 1970年至1972年 在五角大厦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的助手 1972年至1973年 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内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亨利于1974年加入高盛 一路晋升 并在1999年 随着高盛上市而成为董事长兼行政总监 2006年 他离开银行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直到2009年 在亨利的任期内 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 他也被批评 在政府救助计划中不公正 使得救助计划有利于自己的前东家高盛 另外 高盛出问题的债务担保证券 也是在他任高盛CEO的时候大量签发的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四位的 是Fidelity Investments的 Abigail Johnson 1988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 Abigail加入了自己祖父在1946年创立的Fidelity Investments 当时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逊三世 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bigail最初是一名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 之后一路高升 在2014年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有趣的是 2001年 在担任Fidelity资产管理总裁期间 Abigail试图安排投票 以罢免他父亲的首席执行官一职 但未能成功 Abigail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估计净资产为173亿美元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秀毕业生排名第三位的 是前美国总统George W. Bush George W. Bush 又被换作小布什 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就读于顶级名校 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学专业 于1975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毕业后的小布什短暂从事石油业务 从1978年开始进入政坛 并随后成为德克萨斯州州长 小布什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MBA学位的总统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惠毕业生排名第二位的 是Blackstone的Steve Schwarzman 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的Steve 1972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比Ray Dalio恰好早了一年 自1985年成立起 Steve一直担任黑石集团的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至今 在Steve的带领下 黑石从一个价值40万美元的资讯集团 发展成为年收入7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目前管理着5840亿美元的资产 无疑黑石集团增长的幅度是惊人的 继续在房地产和杠杆收购方面的成功努力之后 近年来公司的重点也转移到了不断增长的科技和物流领域 哈佛商学院十大优惠毕业生排名第一位的 是摩根大通的詹姆·蒂蒙 本科毕业于TUFS大学的詹姆 是美国最大的银行机构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是哈佛商学院著名的巴尔班成员 从2000年开始担任第一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他用了三年时间将一家亏损5亿美元的机构 转变为一个35亿美元收益的机构 詹姆于2004年加入了摩根大通 在这里他主持了2016年创纪录的247亿美元利润 詹姆被广泛认为是全球金融业的杰出领导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分享更多金钱的秘密 再见 kaik此类型汇案 eniz DANIEL